欢迎收头屈机TV 我是你的屈机主播周杰盈 11月4日 德国总理朔尔茨正式访问我过 经济学家杂志评价就说 朔尔茨今次访华的目标十分明确 而她背后还有一班得企天团 访问北京之后 转机回到柏林 到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45分 在几个小时之后 她就精神英俊地出现在社民党的大会上 参加党内的政策讨论 跟大家汇报这次访华的成果 之所以这么说 其实是因为她很清楚 这次历史性访问创了三个第一 首先 这是她上任之后 第一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第二 她是我们二十大之后 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大国领导人 第三 她亦是疫情三年以来 第一个访华的欧盟国家领导人 被受国际舆论所关注 但她亦很清楚 这次是很冒险的旅行 因为无论是在德国内 还是在德国外 争论都非常激烈 商界自然就打罗打鼓地支持 但一些政客就不是了 哔哩巴哒地指责索尔茨 说她没有外交头脑 而某些西方国家的眼光 亦都是奇奇怪怪 还向她施压 而索尔茨最后是历排纵意 执好行李就去北京 那现在的成果又是怎样呢? 这个成果 关系到她的威信和政绩 亦都关系到德国的国家利益 索尔茨就说过一句这样的说话 中国领导人和我都明确宣布 我乌冲突入面不可以用核武 这是我这次访华行程中最大的收获 正是凭这点 这次旅程就已经是值得 我们要注意 她说正是凭这点 这次旅程就已经值得 今次结议就和大家说 索尔茨为什么会说访华是值得 在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屈机TV 留言 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德国总理索尔茨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访华 11个小时的旋风式访问 得到了他想要的和他想了解的 而对以后的合作态度 心里面也有了底 可谓是收获颇风不去此行 但是索尔茨回到德国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就立刻刻刻刻 说双方要共同承诺 将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人权和公平贸易行为 拜登的话就话中有话了 而用美国式的看法来说就是 中国用贸易问题来分裂 华盛顿和他们的欧洲盟友 这样不公平 所以此访华期间 仲特双方达成了反对使用核武器 确保国际能源 量食金融供应链稳定等等 一系列的共识 不过这些都是世界共识 美国都没什么位置进入我们了 而在共识里面提出了国际社会的四个共同 第一 国际社会应该共同支持 一切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 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和克制 尽快开展直接接触 为重体谈判创造条件 第二 共同反对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 倡导核武器用不得 核战争打不得 防止亚欧大陆出现核危机 第三 共同努力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防止国际能源 粮食金融等等的合作受到干预 损害全球经济复苏 特别在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稳定 第四 共同为危机地区的平民过冬纾困 改善人道主义状况 防止出现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 这四个共同是一个新的提法 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也提出了具体的解决路径 对于欧洲来说 乌克兰危机是现在最大的危机 也是德国加下最头痛的问题 这危机如果真的爆发了 整个欧洲都要埋单 而且这是前所未有的灾难 所以索尔茨回到德国 觉得自己最大的成果 就是中德之间的这一个共识 而回到德国之后 索尔茨就跟拜登通的这一只电话 除了通报一下他这次访华行程之外 他亦有说到这个重要的成果 美方又有什么表态呢? 按照德国方面的说法 拜登和索尔茨对中方核武器 用不得核战打不得的说法 是表示赞赏 既然索尔茨说 单凭这一点都值得了 其他东西又值不值呢? 相信成果不会借得那么少 在经济成果上 索尔茨说 我们将会继续与中国进行经济交流 但同样清晰的是 我们将会做好准备 随时应对任何有困难的情况 无论是由现在算起10年之后 还是30年之后 大家如果有看上一集屈机主播的话 你就知道索尔茨这次访华 后面还有一个超豪华的企业家天团 大众 宝马 西门子 Editas 拜尔 德议致银行等等 几乎都是德国最出名的品牌负责人 今次一次过离中国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热心呢? 因为中国良好的营商环境 因为中国庞大的市场 这些企业家的态度非常明确 德国不可以没助中国 不可以与中国脱欧 德国工商总会总干事曼斯来都说过 脱离中国将会导致德国失去繁荣 所以这次在北京 索尔茨就很明确地说 中国是德国和欧洲的重要经贸伙伴 德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 支持经济全球化 反对脱欧 里面都有几个重点 不是敌人 不是对手 是伙伴 反对脱欧 这么大的利益放在面前 谁脱欧 谁就是死傻子 最后 德国这次访华 其实有三个重要的成果 第一 经贸不是大国的全部 中德关系更多是经贸 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德国是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不是假的 在现在的国际氛围里面 对两个大国来说 经贸很直接 但就不是全部 尤其是现在 无论是整个德国 还是整个西方 最关注的就是安全 最怕的就是 乌克兰危机 搞到变成核危机 所以 访问完回德国之后 索尔茨最开心的就是 中德在核危机上有共识 其实安全才是德国最大的痛点 也提醒了我们 经贸是基础 但其他层面也不可忽视 我们还有很大空间 很多牌 第二 客观地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地位 德国是一个经济大国 但也说不上是一个政治大国 所以在很多问题上 我们看得到 德国就只能对美国逆步逆趋 甚至在欧洲的事务上 法国走得更前 但这次访问 中方就明确指出 支持德国、欧洲 为劝和速谈发挥重要作用 尤其是与德国都反对使用核武器 这种表态客观上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地位 从这个角度去看 之所以索尔茨 远拒马克隆一起去中国 似乎还有原因 不过我估计 就是第三 索尔茨这个人不简单 他不像马克隆 那么能言善变 更加比不想约翰逊 那么张扬 那么有style 他整个人就像隔离屋的叔叔 那样的样子 而作为一个联合政府的总理 索尔茨在德国政坛上面 都确实是有很多制爪 看回德国的外长 是六党领袖 贝尔博克 在很多政策上面 就是喜欢跟他唱反调 但是在关键问题上面 索尔茨又可以力排中意 明确地去反对跟中国脱钩 所以才会有今次历史性访华 都真是有少少 虽千万人不枉意的气概 所以 在跟索尔茨见面的时候 中国领导人就这么说 中德关系发展 去到今时今日的高水平 离不开中德几代领导人的 高瞻远足和政治魄力 他还说 我很欣赏西德前总理 斯密特的一个观点 政治家应该要 宁静地接受那些 改变不到的事 用勇气去改变那些 可以改变到的事 用智慧去分清里面的区别 以前的斯密特 默克尔肯定都有魄力 但现在就看索尔茨 所以这次索尔茨的访华 在西方的舆论大环境之下 你说他有没有滞责 有没有压力 有没有顾虑 肯定有 但权衡再三 都是毅然前往 这就是政治家的判断力 和魄力 最后成果封城 上面任何一点 都已经是好值了 虽然跟着索尔茨 来到中国访问的德企天团 还未有什么消息 说他们签了什么订单 但中国和空客签署了 价值大约170亿美元的 140架空客飞机的大订单 令美国不太舒服 因为上次的单单 中国也可以和空客签署 来到这次波音又没份了 令到美国更不舒服的是 德国卖出了一部 索尔茨执意访华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表明柏林已经不愿意充当华盛顿的傀儡 而去牺牲他们本国的利益 美国一直用价值观 来威胁和推动欧洲脱欧 他们都真的成功过 之前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明明成功地完成了 但欧洲议会就粗暴地凍结了中欧投资协定 原因无非是欧洲议会被美国洗脑 将护理共赢 当作可以逼中国做出更大让步的筹码 除了欧洲亲美势力越来越活跃 在欧洲政坛甚至在扭曲中觉得 反华才是政治正确 去到俄乌冲突爆发 欧洲被逼捲卖进去 能源危机冲击欧洲这么多国家 抗议、罢工等等一系列的危机 令到欧洲一众的领导人都真是焦头烂压 走出街抗议的欧洲民众越来越怀疑 欧洲是被美国推入陷阱 为何做美国的盟友会越来越穷 美国认为是威胁世界秩序的中国 反而可以令到友好国家发展得更加好 所以此次访华是在寻求一条自救的路 是主动这样去做 亦是表达不满意美国的操控 美国官员的所谓离间可以怪谁呢? 是美国打了自己一巴掌 思无忌惮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欧洲 为所欲为地放欧洲的血 结果令到欧洲痛定思痛 终于开始反思发生了什么事 而事实上 美国对欧洲的操控已经开始失效 美国之前警告德国不要被中企控股汉堡说 索尔茨就惨你也有味 就通过了这个收购案 美国要求欧洲各国家去均援乌克兰 去维护西方价值观 但乌克兰话题本身就已经逐渐淡出欧洲公众视野 拥有巨额外债 而且正在衰退的美国 为了可以继续做世界霸主 就用欧洲这个弟弟帮自己输血 令欧洲经济、工业、能源、社会全面崩溃 搞成这样 欧洲就没办法了 一定要揽住美国的大腿 也是的 美国几年前挑起的贸易战和保护主义 再加上持续了两年多的疫情 令到全球化遭遇挫折 也正正是因为这样 更加需要打破旧有的理法 去重新与欧亚大陆的另一边 建立稳固的联系 朔尔茨访华就是警告着美国 不要再继续逼他们迫边 逼他们脱欧 朔尔茨的举动为到欧洲其他国家 之后要走的路做了一个示范 告诉大家 欧洲国家应该可以走自己的路 美国无权要求他们 在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上 却灭绝对服从美国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华春莹5日晚上post了个Twitter 用一张图去总结疏理 德国企业和中国合作的情况 还写着 跟中国脱欧他们还怒 今年是中德正式建交50周年 50年来两国关系都经过高高低低 但总体都是不断向前发展 保持着积极的互利共赢 所以池总理在这个时候来访 为到新时代的中德关系 注入新的动力 德国作为世界主要的经济体 欧民的核心成员 怎样去审视和定位中德关系 不只是关于中德之后的发展方向 亦都关于欧洲和世界的繁荣和稳定 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 和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大背景下 中德正在扮演中欧关系的稳定之谋 而索尔茨今次历史性的访问 时间会证明给你看 你的选择是对的 我是你的屈机主播周杰盈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记得订阅我们屈机TV的频道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